居有云七集,男主抱师姐入房,又有两位国漫美女登场,来看看是你们的菜吗? 要说如今的国漫,数量真的是多,也真的是看得人眼花摇乱,而就在最近,又一部国漫开播了,还是标准的武侠题材,更和大名鼎鼎的少年歌行有关,算是这部作品的前前转,也可以说是少年系列的开山之作,名字叫君有云 而因为这部作品和少年歌行的关系,又被很多人戏称为老祖歌行,现在这部作品第七集预告已经出来了,里面可以说很多看点,尤其是还有两位新美女,那么下面大家就都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01. 新副本开启金锋号启航 首先就是新副本开启了,这新副本还和很多人理解的副本不一样,一般来说都是新地图或者什么秘境,而这新副本却是一艘船,这艘船还有个很贵气的名字,明觉金锋号 01. 而我们的主角苏白依在和师姐逃脱追杀之后就误打误撞来到了这艘船上 01.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大有名堂,乃是穆家的人,穆家的人也一个个不简单,他们两个不上船还好,上了之后就是刚摆脱危险,又进入另外一个危险的漩涡 01. 接下来很长时间他们两个都将在这艘船上 02. 男主抱师姐入房 01. 然后就是男主苏白依到师姐入房了,不得不说这部作品的官方是真的会撒狗粮,先是让男主在女主面前展露伸手,博得女主的好感 01. 然后让女主渐心失去功力,只能让男主一路保护,而男主呢?因为女主走路都费劲,于是就一路抱着女主,哪怕是上船也不例外 01. 而一上船,就有人安排男主去客房休息,至于女主,彼索当然被认为是男主的女友,但其实男主和女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01. 不过苏白依对这方面是不懂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之房,直接抱着女主入房了,而两人就这样在房间中过了一夜 01. 那这算不算红居了?我个人觉得算的,不过这两人现在还没有发生关系,就看男主何时开窍 01. 然后何时把女主拿下了?03. 又有两位国外美女登场 01. 最后就是预告中新登场的两位美女了,这两位美女分别是庄和和奈洛 01. 两人都是穆家的人,不过一个却是温婉端庄非常成熟的美女,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哪怕刚见面你不说话她也能大概看知你是什么人,又是敌室友 01. 一个则是小家碧玉的美女,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还是一副碧玉打扮,男主上船之后就是这位小美女接待的,不过如果真的当她是碧玉 01. 那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这位美女可不简单,甚至于比一般江湖高手都强,人畜无害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另外一种面目 01. 而这两位美女可以说一大一小,非常讨人喜欢,而论颜值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比女主还要高 01. 那是你们的菜吗?我个人觉得是符合我的审美,也是我的菜 01. 不过可惜这部作品是一对一,男主和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男女知情了,后面也没有他们两个的戏份 01.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01.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